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圣体圣血节 按照我们教会的历史是先有圣体节 圣体节早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圣多玛斯曾经受委托 写出他今天我们时时用的《黄黄圣体》这首歌 用到今时今日 所以你会见到十二世纪已经有圣体节 去到十六世纪另外有耶稣圣血节 但是后来教会就发现两个节日 那都是庆祝同一的东西 所以慢慢慢慢合并为一个 主要就是提醒人对圣体圣事的重视 的确如果你问哪件圣事教友领受得最多 最受欢迎最受重视 一定是圣体圣事 范义的时代就称这件圣事 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全员和高峰 今天教会鼓励将圣体圣事 作为入门圣事的最后一节 特别是我们的教宗本督十六世 是很推崇 入门圣事最后那件是圣体圣事 今天我们尝试用圣体圣血与我 作为一个主题 和大家一起反省感受一下 圣体圣血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 一篇《独经》出谷记 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件大事 梅塞代表人民和天主定立盟约 这个记载就说 他先将上主的一切话和戒命 读给那些百姓听 这里所讲上主的话和戒命 上主的话就是指十戒 戒命就是指其他引申出来的盟约的规律 百姓听了之后就一起回答 我们全要奉行 即是说他们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 梅塞因此在山下立了一个祭坛 树立十二根石柱 一方面是代表十二个支牌 另外一方面也都表示 石柱有见证的作用 见证百姓的承诺 然后梅塞就宰杀牛毒 献全凡祭 将血一半洒在祭坛上面 一半洒在百姓身上 血就有立药的作用 也都有结症的作用 赎罪的作用 血同时也都代表生命 因为他们发现 动物一放血 没多久生命就没有了 所以他认为生命是在血里面 而血是神圣的 只能奉献给天主 不能够用来食用 所以这一道代表生命的血 就是当以色列人 愿意守天主法律的时候 天主就会赏赐他们生命 圣化祝福百姓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可以更容易明白 耶稣在最后晚餐 以他身体和血 为我们定立新药的意义 第二篇读经 来自希伯来书 作者将新旧约的祭字 作一个比较 他多方面作比较 在地点上 人物上 祭品上 效果上 新旧约都不一样 地点 旧约的时代 祭献的地点 就是在圣殿里面 圣殿在耶路撒冷 当希伯来书写的时候 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 圣殿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作者就顺理成章 这个圣殿里面奉献的 已经不是重要了 改为天上的圣殿 因着耶稣基督的来临 人能够在内心 和天主相会 好像耶稣所说 现在是以心神 以真理去朝拜父 所以既然是这样 比如早期教会 根本都没有圣堂的时代 到处都可以举行感恩圣祭 去到今天 当然了 一般我们是在圣堂里面举行感恩祭 但是很多时候 神父会带着教友 去外面 去空旷的地方 任何地方 神父都可以在那里奉献圣祭 人物 旧约的祭祀 是来自勒美之派的施祭 但是新约的时候 就是改为耶稣基督大施祭 祭品 旧的祭祀是用公山羊或者牛独的血 但是新约的时候 耶稣以自己的血为我们奉献 效果 旧约的血可以淨化以色列子民的罪 所以有熟罪的作用 但是要不断这样做 每年都有一个熟罪节 每年都要做一次 但是耶稣基督 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 吃我们的肉 喝我们的血 必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祂复活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 最大的保证 最大的安慰 第三篇读经 来自马尔谷福音 福音是记载耶稣和门徒 吃御御节的晚餐 耶稣将犹太人的御御节 改为第一台基督徒的感恩祭 祂将御御节用的无酵饼 本来是纪念第一个御御节 祝胜为祂的身体 祂用饭后祝福的杯 本来御御节里面有几次 拿起祝福的杯 祂将其中一次祝胜为祂的补血 称之为身弱的血 为所有人倾留 以赦免罪恶 这些神圣的行动 就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感恩祭 耶稣叫我们 时时做这件事为纪念祂 不单只是纪念祂所做过的一切 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些神圣的行动 在我们身上产生效果 即是说 在我们身上实现 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祂的确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 我们复活得到永生 我们反省这个主题 是圣体性血 和我的关系 至少耶稣基督就说 圣体性血 是我们生命的食粮 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食粮 我们就会死 这点可我们可以反省 我们有没有 那么重视耶稣基督的圣体性血呢 特别年轻的一代 特别年轻的一代 可以反省下 我发现今日的学生 一度考试就紧张 温习 连主日圣祭都不去参加 我有时问他们 你想不想天主祝福你啊 祝福你考得好啊 答案当然是想的 那我又问 那你都不去圣堂 你叫天主怎样祝福你啊 那他又不懂得答 咬了 那其实两样没有冲突的 人当然要尽自己的力温宅 但是也都重视天主的祝福 我问过很多学生的 特别是一些有热心又勤力的学生 他们的经验就是说 去圆圣堂考试还考得好啊 他们的答案往往会是这样啊 我自己的经验都是类似啊 我在公开考试的时候 多数都仍然去参加尼撒 我从来都没有在公开考试上面失过手的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天主特别祝福我啦 我们也都可以反省到 圣体圣血是一件共融的圣事 这件圣事将人和天主 人和人连在一起 希腊文说 这些领受圣体圣血的人 他们有一种Koinonia 有一种团结共融的意义 希腊文一个这样的字眼去表达 我们领受圣体圣事 我们在一个团结共融里面 早期教会呢 起码中途大事录记载 团聚、脈饼、祈祷之后 他们往往采取一种 一切皆归功用的习惯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 帮助有需要的人 和人分享自己所有 用的字眼就是Koinar Koinar和Koinonia 同一个字根 即是当日用语言去表达 团结共融的人 是必须要和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 领受圣体圣血之后 基督徒就出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另外一个字眼在拉丁文的 Koinar和Koinar 亦都有同伴的意思 耶稣会的外文就是Koinar和Koinar 本来是指耶稣的同伴的意思 但如果我们清楚去分析一下 那个字本身 Koinar是由两个字眼合成 一个是Kum 一个是Panis 意思就是说一起吃饼的意思 或者说我们吃同一个饼的意思 即是说耶稣会 耶稣的同伴就是一些共同领受耶稣身体的人 食同一个耶稣的身体的人 称为耶稣基督的同伴 这个字眼今天我们仍然会用 companion company 我们认为自己是别人的同伴的时候 其实那个字本身就包含了 你的同伴是你一起吃耶稣身体的人的意思 我们才是真正的同伴 或者说同一个company里面的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很美丽的 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成为同伴 领受耶稣的身体 在自己里面 使得自己的身体 成为耶稣的肢体 耶稣住在我里面 使得我自己的身体 都变得是神圣 保禄正正是用一个这样的意思 去提醒人 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犯罪 因为身体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体血 成为神圣 既然是神圣的 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犯罪 比如是犯淫乱的罪 这个是不配的 圣布鲁很喜欢用这个动机 理由去鼓励教友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圣神的宫殿 应该保持我们身体的顺健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 圣体性血 是永生的保证 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说 吃我的肉 饮我的血 必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会使它复活 使得在场的亲友 这个是给人最大的保证 最大的安慰 我时时都在喪离里面 去提这一件事 以望的人 曾经领受基督的体血 耶稣基督 答应过他 必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会使他复活 使得在场的亲友有很大的安慰 也使得在场的亲友 再一次提醒自己 领受耶稣基督身体 性血的重要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